大家好,我是小煞 关于流星花呢,之前的时候 咱们已经根据国际版基础数值做了推测和复盘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 中文版的流星花,各界数据究竟如何 基础数值先不慌 我知道你们最关心啥 流星花的大招真的能够下跑场上的恐龙 一接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株植物几乎属于必客的范畴了 也还行,希望是代夫保障你的吧 大招效果 在流星花前方一格召唤三颗并列的行星陨石向前滚动 行星陨石落地后将会向前滚动一段距离 并推动路径上的僵尸一起移动 并在滚动镜头发生爆炸造成伤害 陨石落点和滚动路径上都将留下陨石坑 当陨石落在水域或空中时 不会触发滚动,也不会出现陨石坑 同时直接下退场上所有恐龙 这是专门的效果 专门大招在上下额外增加两颗行星陨石 金卡植物 二百五的阳光消耗 明明之中自有天意 战无家族,远程攻击植物 标签为输出群攻火焰 流星花能够召唤陨石攻击僵尸 并在地块上留下陨石坑 啊,原来恐龙是这么灭绝的呀 普通攻击,流星花攻击时 从空中召唤两颗陨石先后下闸 有概率攻击统一目标 陨石可对一格范围内所有僵尸造成伤害 并在地面上留下陨石坑 陨石坑持续若干秒 陨石坑存在期间无法种植植物 经过陨石坑的僵尸 将会受到持续伤害 陨石的下降攻击 可直接攻击到一些磁盾僵尸的本体 如阳闪僵尸,铲子僵尸 陨石的下落攻击可以攻击到飞行僵尸 陨石和陨石坑都可以让火把僵尸的火把复燃 这一点要知道在中文版 其他任何火系植物都是无法办到的哟 陨石落在水域或空中 不会留下陨石坑 进阶技能效果 二阶重力牵引 流星花召唤陨石时 有概率召唤出重型陨石 对一格范围内的僵尸造成伤害 并短距离正飞范围内的僵尸 正飞将把处于范围内的僵尸 随机正至附近格子 警队中小体型僵尸生效 处于水中或飞行状态的僵尸 无法受到效果 三阶牵引升级 召唤重型陨石的概率提升 四阶能力觉醒 重置使有概率释放大招 五阶行星冲击 流星花召唤陨石时 有概率召唤出行星陨石 落地后将向前滚动一段距离 并推动路径上的僵尸一起移动 并在滚动镜头发生爆炸造成伤害 陨石落点和滚动路径上 都将留下陨石坑 这不就是大招的复刻吗 而且总感觉很繁业 有陨石坑就不能种植植物了 我觉得这植物横渴了一阶 就是大部分玩家的阶数了 当陨石落在水域或空中时 不会触发滚动 也不会出现陨石坑 这位是真正的无尽神器 这下恐龙无尽 真的要变容易很多了 这下恐龙无尽神器 这下恐龙无尽神器